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进步 现在都不说 走了 一切精彩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欢迎收藏 欢迎欢迎 欢迎各位同学们 不要激动 对 他们并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对 他们是冲着他们来的 对吗 但是遇到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对吧 非常非常大 说到今天来的这位男演员 真的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 有的人说是大旗晚成 有的是少年得志 对不对 他应该是不属于这两种 他应该是半朵推家 他应该是后级伯范 差不多 他应该是这个 怎么说呢 处心积虑 潇线脑袋 一门心思 好了 好了 就是小红 一见着帅哥来就这样 对 对 今天来的这位女嘉宾呢 也是很有人气的一位演员 而且跟这个男嘉宾关系不一般 特别的不一般 经常被偷开 说他俩逛街呀 所以他们的关系 比我们两个更亲密 那出事了 好 那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特别来宾 张小龙 张小龙 张佳宁 欢迎两位 来 亲个人手 亲个人 亲个人手 两位好 两位 你好 你好 来 来 来 先不要说人物关系啊 先自我介绍 来 大家好 我是张小龙 欢迎小龙 来 好 谢谢好 张晶哥好 我是佳宁 两个人介绍 下一步就要加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可以拉着手 对对对 两个人第一重关系 是都姓张 对 都姓张 第二重关系是师生 她是老师 她是学生 对不对 师生练 第三个关系是什么 你这样的 呃 观众肯定有很多遐想 肯定不是干哥 对 也不是干爹 对对 你叫他一声 让我们大家就知道什么关系了 好不好 三 二 一 就 老舅 这个 我觉得上台也挺有点紧张 老舅 对了 老舅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 如果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超级访问的微博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网的超级访问专区 好好地把你的问题抛出来问一下两位 走 我们的会员过之 超级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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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龙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主要负责形体课程中的中国代表性舞蹈与古代礼仪部分的教学工作 在孔子满城近代黄金甲 赤壁 花木兰等影视作品中 他还担任礼仪指导 张晓龙也从幕后转阵到幕前 同时还在众多大型演出活动中担纲总导演 张嘉宁 新生代女演员 凭借出演《媳妇的美好时代》中攀美丽一绝 为人熟知 在《倚族的奋斗》 老妈的爱琴 小姨多贺 林师傅在首尔等热播剧中 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自出道以来 人气一路攀升 被广大公众所喜爱 欢迎两位 像什么 养外甥像舅舅吗 养女像家锅有句话 三代不出旧家门吗 有这句话对不对 养外甥像舅舅吗 但是很明显 其实很像 很像 我们两个照片拼在一起 有本事跟我们拼在一起 眼睛特别特别像 眼睛像 他长得好看的地方都像我 而且两个人脸心都很像 我不要像他的脸心 除了那个酒窝 让我想问一下 你自从不演古装戏 您的头发就一直往上看 对 你是想越不越高还是怎样 可以增高是 对 内增高不够就外增高 一定要增高 一定要比戴心高 好 但那个老舅对你好吗 好啊 有多好 别违心啊 从小就特别好 就是娘亲就大嘛 然后我跟我姐姐就最亲 我姐姐从小保护我 从小我姐姐保护我 就是他妈 对 然后呢 姐姐生一孩子 感觉就是我家最大的事嘛 我姐姐怀孕的时候 包括生孩子的时候 我就在别人家的那个樱头树上 摘两个樱头啊 弄两个李子啊 弄两个什么 就是那种不应该吃的 不能吃的 我就姐 我就 又那一天都揉的 就快那个 不能吃了 给我姐 对 我姐一看 我弟弟给拿来的 他就特别喜欢我啊 对我特别好 就吃了 所以我姐现在牙 一吃东西就倒了 人家做愿 真的愿 所以你对家宁好 就是因为看着姐姐的面子 其实你并不是 小博 爱乌之乌呗 不喜欢也没办法了 生下来 是是 生下来我一觉得 哎呦 是真难看 小孩生下来就那种 兔兔巴巴的这种 小孩生下来就那种 然后我就一看 哎呦怎么这样 但是过几天就开始过 别人别人不让碰的 问个大胆问题 你给他洗锅 尿片子吗 我都洗过 我几个舅舅都洗过 我们家呀 我跟你说 静姐就羡慕 我就是你也不信 你老公家有几个姐姐 姐姐对弟弟好 我哥哥嫂子都对我们好 他跟他的舅妈们 跟舅 跟那几个 都一样 见面就贴俩 见面就拥抱 就好得不得了 就当自己孩子 是一样的 那我想家宁回忆一下 就是舅舅对你都怎么好 那个我舅赚钱不多的时候 在长春 我们我第一次吃麦当劳 就在长春 你那个时候 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就是我们一家人 全去长春了 去祸害我老舅舅 我觉得可以养钱 一堆人 然后那个去 先是去游乐场 那个游泳 那叫什么 水上世界 玩了一圈 大家都累了不行 然后就走 就饿了嘛 其实我们特别想吃一顿 家常便饭啊 去好饭店吃一下 我老舅把我们弄到 麦当劳去了 你进过麦当劳 第一次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普遍反应 都不是特别好吃 我几个舅妈就说 这能吃饱吗 那么贵 我老舅买了好多 那盘子端着 快快快吃 一人捧一个大面貌 他们就觉得特别 接受不了 结果就全吃了 好不容易买那么贵 我老舅买的 而且我都吃了 他主要想让你去洋气一下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吃的时候都 面部都 因为我带过 我记得是北京 刚有麦当劳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心情 就九几年在北京 有麦当劳的时候 那就很时髦 包括Friday什么 然后第一就要请妈妈去 然后我就记得 我妈第一次 吃那汉堡的时候 那就跟吃那个什么事 吃那个福吉白碰丸 似的 贺南师 真的 就现在已经排去 我印象特别是 上海开的第一家 是在人民公园 那个肯德基 差不多要排一个半小时 才能排上 有一次要快关门了 就没那么多人 我带我妈进去吃了 然后我妈吃那个鸡 一边吃一边说 哎呀 这个没有三黄 最好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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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是我们是一堆人 我二舅妈 三舅妈 我们家一家 就三家人去了 很贵啊 那么多人 很贵啊 你当时挣多少钱啊 在长春那个 那个时候是 其实我是去长春 应该是我去实习 当老师 一个月两三百吧 不是那天全花完了 从游乐场到那个吃麦当劳 我觉得太阳性了 我就哎呦 来带你们吃个羊的 然后我嫂子 你知道东雷女人那样 哎妈 这个玩意太难吃了 哎妈 这玩意不好吃 你带我吃这玩意看 那猴老贵的 就是这种 你啥呀 这啥呀 这玩意这么贵 吃这玩意干啥呀 几个麦当劳 几个汉堡 这不就大面包吗 几个面包打口 里面搁点肉 老师有没有 中间特别少的时候 没有挣两百的时候 同时对你还特别好 有吗 我小的时候吧 奶粉啊什么 很多东西都是我舅子 因为那个时候 别人就像我那些舅舅 好像都对这方面 没有什么意识 奶粉啊 或者葱葱姆叶 那个时候我就 小葱葱姆叶 然后什么牛仔服啊 我很多 那时候挺洋气的 嗯 就是我看到的最洋气的 我一定要带回家去 我看到别人妈妈有的 要给我妈妈买一个 然后看到别人小孩有的 要给我外申请买一个 真好 下面就要问到嘉宁了 别说老舅给你买这个买那个 你给老舅买过东西吗 我给他买过衣服 他都不穿 为什么 太土 不好看 整的呀这是 你给老舅买的啥衣服 他不喜欢 T恤啊什么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对穿着 我舒服就好 我不太 尤其我不太 特别张扬的东西 我不太用 这说我又哭书会又张扬 这节目做不下去了 然后我给他 但是我给你买的那个手机 你用了很久 买的手机啊 买的相机 他 我 我平常挺能折腾的 然后干的活又多 又当老师 又当导演 又当那个 这个 演员 知道又当演员 然后他就 他特别希望我休息 他说老舅我现在挣钱比你多 你能不能出去休息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很好的相机 希望我能带着我爸爸妈妈出去 去年我爸爸妈妈是我姐带出去 开始旅游的 然后他希望我也能出去 后来我说我的努力挣的比你多呀 所以你们俩 我们俩特别逗的是 军备竞赛 对 签完合同了就是 我签了哪个戏 怎么怎么样 在哪拍 然后你怎么样 然后打电话说 行你继续努力吧 挂了 然后过两天 我这时候就着急了 打电话说 老舅我也签了 然后在哪拍 你不想想 那你考中戏的时候 就对你言吗 那段时间太言了 特别可怕 我老舅 为什么 为什么对这事 这么上心 是你自己想考中戏 还是就逼着你考的 两个人都有 都想 然后就真的是 之前就觉得 其实我老舅对我从小到大 没有说知道很亲 就像是可能那个 对父亲一样 害怕 亲但是不敢亲近 只能说放在心里 就逮着就说 一点做的不对就放大 我们家人都是亲 不敢亲近 他这句话说特别对 他们都怕我 他侄子 侄女全怕我 就到什么程度 在什么程度 就是你每天穿衣服 你都要穿的 让他觉得 你现在是要去上课 你现在是学生 你现在在这个阶段 你应该这样 你说话 突然一个 在家里放松 平脚舌衣不准 马上 我自咬不准 人家觉得很生气 但我自咬不准 很坎气 这台湾真变脸变色 说你啊 特别快 当时他有没有特暴力的时候 急了的时候 就一次 但是平时没有 当时他也会 怕啥 没有 就是我上课 我老舅他就是跟家长一样 就是会偷偷地去看你 你今天有没有听课呀 你有六号啊 你在干嘛呀 那天可能正好我在 我那个时候才十五岁 小蛤蟆偶尔在课堂上六号 你说你干什么了 别说你比那个你年龄小 你干什么去了 也没有 我就不太听课嘛 就是跑出去了 他不认真 玩手机 在玩 然后就被他揪着 他不会就是上课的时候揪你 是在这等着 下课了吧 行 他要避重就轻 玩手机没关系 要诚实 就是我记得太清楚了 就停在路边上 俩人坐在车上 特别严肃的 干嘛了 玩手机了没 我就不说话 玩了没有 后来我就特别想说 没有啊 就急了 怎么问都没有 没有 我就已经不行了 我就浑身发抖 我啪一大嘴巴 这嘴巴脸上全是印 然后我就 哭了 那哭的不行了 好久都不理我 也理就啊 知道了 心里恨了多久 不是恨是觉得特别 想除掉他 就这个事是我 就要打一打嘴巴 你想除掉的 你想每天在家 上学 放学 回来 见面 就这样就过去了 然后 关键是他跟我 太亲了 因为 父母离婚早 因为他把我当爸爸一样 然后就可能 他的失望 我后 我刚开始 我觉得他应该跟我认错 一直等着认错 没认错 到最后我认错 确实是 就是我 那我就这样了 然后我老舅有一天 就是 其实你还不 我估计你也是觉得 我挺的时间太长了 就说 哎呀 行了 打一巴掌就打一巴掌吧 然后还生气呢 还生老舅气呢 行了 打一巴掌打一巴掌 台阶给你了 可以了 嗯 然后买两件衣服啥子 那说实在你 你打完了 你心里难受吗 你这么爱这个孩子 我当时打完了之后 我也累也不行了 也控制 也控制不了了 就浑身发抖 打完了之后后悔 然后我 我侄子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在楼上看着下 从那个 要到家了 我就准备好打他了 准备好 一见面 打不了了 还有那种 我特别独恨 特别恨那个游戏厅 我找我侄子 一个星期找不着他 兜里没钱 这孩子再找不着 怎么办啊 父母把孩子交给我 等我找到他之后 他已经是 就面黄鸡瘦 没有钱吃饭 但是我要在这看别人玩 没有钱玩 我要看别人玩 我就想好了 对 我要见面 我一顿往死里打一吞 一看 快扶不起来了 这孩子 快拉起来 说我带你去吃东西吧 要不吃饭就饿死了 对 网瘾要戒掉 网瘾 对 就痛恨至极 一见着我就觉得可怜 后来我就给他 后来我就给他弄到一个封闭式学校 你想出出来 见了 见了 现在教他 跟他说你别玩游戏 怎么知道 我说你还好意思说人 我这是前车之箭 我说这是最应该 我这是例子 我是反便调谈 就我上学的时候 我侄子也在帮我 在教育着我的侄女 我的外侄女 我怎么听起来 他跟一般年轻人的轨迹不一样 你提前进入了女庆务的协设 所以那个 佳宁给你 请个外号叫唐僧 对不对 佳宁 哎呀我 你可觉得 你现在没有感觉到吗 不管是干嘛 坐在这 看个电视 绝对一会儿 我跟我哥就走了 就是哎 那个张文博 那个事怎么样了 哎我跟你说啊 你那个平时 不能再玩游戏了 哎烟也是啊 怎么怎么样 过一会 哎对了 你那个佳宁 你这两天学的怎么样 台词有牛恋啊 啊这个 呃 最近表演课啊 都学什么了 就问一大堆 吃饭了 开始吃饭 啊那个家里 你要少吃点这个 多吃点那个 就跟我哥说 你多吃你没事 你不用减肥 然后我刚一下筷子 哎呀要不你别吃了 哎我不是这个鲜 你看你多爱安排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事 反正都管 过他就是嘚啵嘚 爱爱管 人家人家想轻松一点 他老给你弄出点事 所以其实在我们 在我们在家的时候 永远是保持一种 特别绷着的那种状态 你根据 你说你烦不烦 你看那个信息 老旧 旧式的旧 哎哟气死了 就因为这个 因为我拍戏 有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吗 拍戏 有可能是老旧 是旧式的旧吗 你跟我哥哥哥 太多得多了 又不是那个对外的眼睛 现在写孩子的旨 都是纸张的旨 我对我一点 对不是那是那是那个 旧式的旧 你就再去 我会跟他说 字错了 重新发一件 对 可能我也给他 哎哟我多亏没跟他两口 再不然我快上吊了 强不认 你这得不得得不得 我就是追求完美 你比如说吃饭 就是跟他在一起吃饭 反正我是觉得 比如说旁边东西 不能撒的都是 就是吃完一顿饭 一片狼藉 那太受不了了 你跟他过一下 那个我跟戴琴吃火锅 吃的差不多 我的面前三双筷子 我把左边的盘盘拿来 好几个小料碟 小料碟都到他那 毛巾都到他那 然后别人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老在说很激动 说的说的就东西就都在我身上 但是你桌子里面都是东西 但你身上有没有啊 有 身上有 不有 大大 那你还可以容忍 有的人是在这儿弄特脏 自己身特干净 但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我觉得你在掌控别人 就是而且你有太强的 强迫症就强迫症 强迫症 我改变 是对我们 对别人不会 对强迫症就是对熟人 张佳 张佳你和你摸着你的心 说我现在有没有进步 有进步 现在都不说 走了 我就 都难受 我忍 忍 因为那个我以前回家的时候 我发现啊 我要是一转那个门 屋里本来哈 老弟就就是我妈呀 什么那个老姑啊 我我侄子他们特高兴 我就要是一想 外里面特别近 然后我一开门去回来了 你多打人呀呀 然后我姐就是说 哎我老弟回来 你想吃啥 你今天想吃什么 我都准备好了 那个所有的菜 这几个菜你想吃哪个 炒哪个 对 然后会紧张 我跟我哥也有什么紧张 会说错字 就 我我感觉到 我再改 怎么改呢 因为我在外面很累 很累 我觉得我回到家里呢 是释放的时候 所以回到家里 不用在外面 见谁都笑 我回到家里就掉脸嘛 那你们吃 你们弄 我不想吃 我上楼了 累得不行了 我不能回家里 还跟家里的人 在那个寒暄着 还应酬着 所以就是总是给他们的 哎呀 人家一家人高兴气呢 你回家就掉什么脸 就真的很累 所以后来呢 我回家 之前我在公园里 路边我走一走 拽一拽 抱着 你傻子 你这一天白天在外面 你这一天 瓶子放在这儿 事情变样了 他不听话 你就会很生气 而且又是为他好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其实这是不对的 真的 这是我是觉得 要放松 因为你只应该 对你先负责 时间长了 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已经改变挺多了 另外一个 我家里就可好了 我家里非常幸福 就是我的这些孩子 在我身边 我姐姐在我身边 非常幸福 所以呢 我是要改变 所以已经在改变 今年我回家就嘻嘻哈哈的 过春节 我们家都没有 三车晚上都没看春晚 我们家自己家 十九火人过春晚 你是受什么刺激了 一下就改过来的 就是说我后来又开门 他们才那样 我觉得你的一切努力 不是想让他们幸福吗 反而他们不幸福了 那你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我改 我改 所以我在外面先是释放 后来我觉得外面 那东西都是什么呢 我现在经常跟别人说 你要发现快乐 就是我自己身上得来的 一个事情 它会带给你正负两面 你永远要看到正面 负面 就是在那些不好的事情 你要看到不好的事情 带给你什么好的东西 这样你慢慢会快乐 所以我经常我的 那个龙族们会说 小龙老师你总是快乐的 我说我的快乐不是假的 是这几年真的是在 修炼出来 修炼出来的 我可满足我的生活 谢谢 谢谢 这个分享 张晓龙现场教学古代礼仪 场面惊人俊爆 这样磕头里的这样 用 用什么有什么 对 一扣手 带手 稳在这儿 两次 张晓龙父母接受节目组独家采访 会讲述怎样的亲情故事 我有一次跟我爸爸打电话就好 嚎啕打哭 爸爸我爸吓着我 说我压力很大 爸你别觉得你儿子怎么着了 我在北京是住地下室的 来看看 我半夜上了厕所 我要跑到厕所去了 回来就冻醒了 后半夜就睡不就睡不了了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 嘉宁的妈妈 还有老爷 还有李姥姥 张嘉宁拼命三娘的工作态度 背后又有怎样的奋斗目标 她毕业两年都不知道三年拍了十几个十八九个戏 她的图真的 然后后边还有两个 今年争取年底呢 给妈妈买一个大房子 一切精彩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我其实特别想看着小龙在中戏 因为小龙是中戏表演戏 教形体还有教礼仪的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 就是一些古装戏 很多古装戏 就是那些明星的礼仪 都是她辅导的 我就特别想 看她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那种 有那个威严 或者有那劲 谁愿意当学生 来这个男生学 来 再一台 小龙你给他们上课的时候 现在是老师啊 我们就简单示范一下 但是你要拿出那个老师的感觉 来让我们看一看 我往那个教室里站啊 就是就是老师了 老师不用演 不用装 你看静姐下位台 再台也不是老师 你只有气质 没有老师的气质 这样今天如果是第一堂课 就是说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咱们不用那个 我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 我叫张小龙 这些期呢 我带你们班的形体课 我的内容是中国代表性课 和古代礼仪 我的课程里面呢 希望大家会热闹 但是热闹是希望 我带给你们调动的 不是你们杂乱无章的 所以呢尽情地玩起来 快乐起来 老师 你看我旁边那个童说 今天没来 那怎么办 你迟到了 回去告诉他 老师有多帅 下次再迟到了 不惩罚他吗 不惩罚 老师 我迟到了 快点快点 来来 大夫给同学鼓掌 哎呦 这班间好迟到还挺讲啊 下次多迟到 那个为什么要鼓掌呢 鼓励鼓励你 下次不迟到 然后呢 今天 我就不让你到外面站着了 下次呢 可以到门口看着大家伙儿学 你看着东西 你学不着的时候 其实挺着急的 老师都这么大人了 大学还站着什么 我就是站门口 不丢门啊 没有 没关系 长这么好看 都看我多不好意思 我呢 那个让你站门口 不是惩罚你 让你看着大家伙儿 有的时候是旁观者清 你看完之后 你会学得更好 也是一种惩罚 是吧 是一种方法 就扫着你 绝对 就是这鼓掌 就是欢迎 鼓掌就是扫着 这么大人还看不明白 就是我上课最 最大的惩罚了 就是鼓鼓掌 你站一会儿 下次来 我是希望我用我的吸引力 希望我用我课程的内容 来吸引你 你今天不来 好 今天李静没来吧 我交俩组合 明天你来跟都跟不上 你交起这堂课的几个动作吧 好啊 那我们就这样吧 其实那个 今天呢 咱们是一个公开课 很难得的 因为中系的课 外校的人是进不去的 所以在这儿呢 教大家伙儿的礼仪 教一点礼仪呢 那就可以平常呢 过年过节 成功用上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 很多朋友喜欢穿汉服 穿一些那个叫 唐装 唐装 那我们别见面了 还是国外的那一套了 咱们来点中国的 好不好 好 我教大家伙儿一个 先教男生的见面 给别人试的拱手礼 这个哪像我的学生 像我两个同事 来 咱们平常见面会拱手啊 过年好 过年好 对吧 这是拱手 然后呢 见到呢 李静姐这样的 我们比较尊重的 静姐过年好 对过年好 然后呢 再见到再长辈的 胳膊架起来 对 架起来 好 慢慢 腰还得好 过去的人真有礼貌啊 过去的人腰就好 然后见到更那个老一点 过年的 我拍死了这个 过年这个不是 这是人吗 老受心老受心 人不行 排位 莫非 过年时候那个 因为我们中国传统 有这个祭祖啊 祭祖啊 这里挂着我的照片 磕头礼 磕头礼 磕头礼我爱看 磕头礼 这样 磕头礼呢 这样 第二十位有什么 对 应该是按照古代呢 是上左腿跪右腿 再收左腿 然后 我就照顺 手一拱 跪着手 一扣走 对 看我们平常啊 平常看 对 两个 两个腿 然后一扣走 再手 走 走到这儿 两次 对 三次 对 然后起 起左腿 这样 那个 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我每次上节目 只要谈到礼仪 就要说 一定是左手在前面 男人 左手在前面 为什么不能右手 就是古代的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上左 男子上左 高上的上 男子上左 就这个左呢 左手为尊 这样子给别人敬礼的时候 左手 女孩呢 右手在前面 我要跟你们拍学女的 右手放前边 你看我们要在戏曲里面 经常看是这样的 侧身 侧身 那我们就把这个最古老的 中国传统的 没有什么加任何的雕饰版 就放到中间就好了 放到中间 用膝盖和眼睛失灵 对 这样子看 对 就完全放松就好了 静姐现在坐着 你们两个在机场送别 来这么一下 航班飞走了 我说的对吗 挺好的 就是你要再放松 使劲 不使劲 如果生活中不使劲 看我 静姐 可以了 就完全是你的 将来让大家伙呢 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 女孩 右手在前 右手在前 屈膝 躬身 还手 垂眼帘 然后呢 再大一点的 就 谁叫再大一点的 就 遇到年龄再长一点的 再大点的礼节 张晓龙父母接受节目组独家采访 会讲述怎样的亲情故事 我有一次跟我爸爸打电话就 嚎啕打哭 我爸吓着了 说我压力很大 爸你别觉得你儿子怎么着了 我在北京是住地下室的 来看看 我半夜上个厕所 我要跑到厕所去了 回来就冻醒了 后半夜就睡不着睡不了了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 嘉宁的妈妈 还有老爷 还有你姥姥 张嘉宁 拼命三娘的工作态度 背后又有怎样的奋斗目标 洗澡要走十分钟 我们秋天到那一拍戏 跟你说这台戏 突然这个文字就过来了 卸了妆全是薄 她毕业两年都要三年 拍了十几个十八九个戏 她的图片真的 然后后边还有两个 今年争取年底呢 她给妈妈买一个大房子 一切精彩 尽在本期超级访问 就是 我想你知道 薛九刚到北京时候 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吗 地下室 我就知道她住的是地下室 你不是也住地下室吗 PK一下 他老跟别人PK地下室 你住在哪个什么地段 我住的地段比你都好 你要PK谁比谁苦吗 我住在后海边上 后门桥边上 我住在国家化学院旁边 我住在和平饭店后面 咱们俩都是二环内了 对 我说王副锦啊 我耽误了我的地段好了 我离王副锦更近啊 你们故意说一个 跟自己没关系的那个酒店 但是那个地下室 真的是特别糟糕 就是 你看北京那么干的地下室 地下室是潮湿的 潮的 然后我们的 那时候没有手机 都是BB机 没有信号 都要放在那门房大爷那边 然后他只要一喊 我就往他跑 身体真好 以为是有工作有 有做的东西来了 对 然后呢 有没有人跟你开玩笑 那BB机 没有 然后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同学买一BB机 天天搂在那 说特别希望别人call他 然后后半夜 想了 想了怎么办 那时候不得回电话吗 然后从学校跳出去门 到最后 拿了个投币电话在路边 一打电话 然后对方 那时候叫什么什么牌 你好126对吧 对方 说你好126 说啊 是哪位call我 您是多少号 说完之后 戴先生告诉您 姿势不对 起来重罪 太讨厌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汉贤 那时候没有汉贤 我们都是打电话 到台里头问他 谁找我 什么样的号码找我 从老家吉林到北京 从苦练舞蹈 到成为中央戏剧学院教师 张晓龙一步步 闯荡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在这段日子里 张晓龙也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生活 他从小就懂事 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能为我去干啥 去接户 我都让他去给进 他妈妈心疼 我就要抱恋他 他是在十九岁就去北京了 我呢 对孩子的要素呢 也挺阳格的 我给的钱并不是那么多 他靠清风简学 白天上课 晚上呢 领着三个两个的同学 领着他们去拉活跳舞 少休息吧 那个赚这个钱 完了因为他呢 在三年那个时候 三年到四年 他就开始给你讲课 一堂课一百几十块钱 赏着都讲了 现在他赏着可能就有问题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我刚才也说到了 其实像你家里那么多亲戚 他们到底长春 你就有请大家的吃饭 然后知道你在北京 亲戚朋友都会觉得 可能发展很好 来北京了 来首都了 会不会也是继续让你 就有什么人都会来找你 当这个中转站 会有 可能大家会来到北京都会有 当时你的能力 能照顾到这么多老家来人吗 刚开始没有这个能力照顾呢 自己还特别就会逞强 一个月挣着几百块钱 还要给人家买 把那个宾馆招待所的钱压在那儿 然后呢就说 你们到期了 那个钱不够我再来续啊 后来就不过了 后来压力太大了 就觉得我干嘛要这样呢 后来就跟家里说完了之后 我有一次跟我爸爸打电话就好了 嚎啕打哭 我爸吓着我 说我的压力很大 爸你别觉得你儿子怎么着了 我在北京是住地下室的 你来看看 我半夜上个厕所 我要跑到厕所去了 回来就冻醒了 后半夜就睡不了了 是那种 因为咱们都住胡同吧 是吧 胡同的地下室 跑到胡同那个卫生间很远 差不多一百多米 你也是吗 对对对 真的绕很多弯 跑到那厕所回来 醒了 冻的 你们在走廊里 弄个小边盆不就好了吗 不可以 你都弄的话 你想就跟厕所一样了 味儿都太大了 你都做什么工作除了当老师 打就是 就是打工还做了什么 我在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北京 我在夜总会跑场 夜总会你没有遇到吗 我可能比他早很多年 暴度年 我是94年93年的时候 我也在 94年 你在哪个场 姐姐 NASA 我在大富豪 我在大富豪提醒 在卫工村内大富豪 对对对 我刚刚吴秀波在那场 我去跳过一场 只跳过一场 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电视台工作 我们老去那唱歌 然后我影院好像记得你 你记得吴秀波吗 但我当时 当时我是客人 当时是三个男歌手 我吴秀波还有顾平 吴秀波也在那唱 对对 吴秀波原来 他唱的时间特别长 还做乐队 对 你还在哪个场 你们遇到过 原来 淘金 淘金在世子中 在东方一号 你当在节节跳舞吗 节节跳过 黄绝那时候在节节跳舞 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几个 一个是卡桑布兰卡 一个保利 卡桑布兰卡 是杨坤在那唱 杨坤跟沙宝亮在那唱 保利是孙浩和零点乐队 我天哪 你们这都是从以下市走 我比他们要晚一些 因为我一直做到99年 我都工作了一年之后 我才停下来 你唱一 你跳一晚上 你请多多少钱 六七百吧 跳好几个地儿 我串场了 一个月六七百 你呢 我跳一个地儿一百五 跳四个地儿六百 我是一晚三二两百 就唱 唱一个地儿 对 我串场 我那时候一个面低啊 带着我这个地儿完事 穿着衣服 穿着服装直接到下个地儿 我们当时特别穷 没有钱 我就是两百块钱 一个场 然后就不能跑场 我和马文君 就是每次想要吃肉了 我们就去到那个 和平门 那边不是有很多小炭炉吗 就在路边 一人瓶啤酒 大冬天特别冷 就那个炉币 在那烤肉一边烤一边说 以后一定要到里面去吃 里面比较暖和 我也是那个 太可爱了 吃烤肉串 吃烤肉串 我比你有点钱可能是 我就说就要十个 在那慢慢慢慢吃 慢慢慢慢吃 就舍不得 然后那时候有卖那个汤 那个一个汤里面有 有什么 鲁土 豆腐串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要五个串 反复地喝汤 一个顺着喝汤 夏宁你来北京都没有受过 他们这样的 其实他们特美好这段 他们来 他来的时候 我已经那些都过去了 我大学毕业当老师 这一年我还在夜总会跳舞 跳舞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有一天 让学生看着了 就NASA嘛 我在那跳 我在台上啊跳 那种 那个舞蹈也特狂野 都穿皮衣皮裤 就是 恶狼传说 对 恶狼传说 我也跳过 爱奉行说 恶狼嘴巴非黑 然后他甩 你就 甩就那种 后来呢 你甩看同学 张老师 对 后来是九八班 九八班谁 是邓超和 朱宇晨他们那个班 他说 老师昨晚我 不不 老师你 我教他民间的呀 古典的 说老师你教教我们那个吧 不是哪个呀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了 完了他说 就那个就你昨晚跳的 我当晚就辞职了 我就觉得 你想要干好这个工作 还是给学生留点 其实现在想 根本不是什么 你在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挣钱 我们只是在跳表演舞 没有别的 我们又没干什么 不该干的事情 是不是 张晓龙从小就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 所以从他赚钱的那天起 就无时无刻的想着 能让家人过得更好 于是给家人买东西 成了他乐此不疲的爱好 他挣的第一笔钱呢 好像是他就是 给我买的一个 黄金的项链 后来又赚钱 第二次给我买的一个 全自动的小天鹅洗衣机 他靠我从那个 高手处高西板说买信息 他就是那个 给我买那个 在北京买给我优回去的 有啊 所以啊我跟你讲 嘉宁 就是你因为保护他 所以希望他来了就有房子住 然后 然后考量中戏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好事 某种程度上是缺失 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城市里去飘泊 争取 你会觉得得到的时候格外的珍惜 而且小龙他反而不愿意让你们受 当年他们受了那些苦 我特别理解 但是他们也少了一点刺激 那个时候还是蛮刺激的 但是嘉宁 对我女孩儿来说 这个刺激不要也罢了 那嘉宁真的是吃到了 我以前吃到的所有的苦 苦方式不一样 他两年多 他毕业两年多 要三年拍了十几个 十八九个戏 你想的这个量 挺多的 所以他的苦真的 我今年五个 今年五个戏 你挣多少钱呢 你 因为他今年争取年底呢 给妈妈买一个大房子 因为他一直觉得 据我的不好 说到嘉宁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 是他姐姐 然后就用一个词来形容 说嘉宁就是个拼命三娘 两年十八部戏 讲讲这两年怎么过的 是不是很累 有的时候会累得想哭吗 哭过啊 什么时候 我拍钢铁年代 在秦德利农场 那个时候特别逗 我们住的宾馆 就叫宾馆 然后洗澡要走十分钟 我们秋天到那一拍戏 跟你说这台词 突然这个文字就过来了 别人都戴那个防风面罩 演员不行啊 就被盯着 就卸了妆全是薄 然后冬天到那了 就是洗完澡回来 头发就都立着 什么行 它就是什么行 就坐那时候开始 巴得巴得到眼泪 就跟吉林的树花一样 白天早上四点多起床 化完妆出去的时候 是脚上两个暖贴膝盖 这全都贴上 回来了就是都冻上了 血也因为你出汗嘛 也潮湿了 因为还要走雪 一般这个雪都浸在里面 也都湿了 后来我就躺床上 不能震枕头 这个地方都特别疼 哭 我就那次给你发的短信 我说老舅我好累 我累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 怎么了 老舅我被 我不知道怎么拍 还有一个吊尾雅 吊尾雅 吊尾雅 他说那个雪呀 就像雪城一样 那雪特别厚 又一尺多高 他说我在空中 我嘴都张不开 说不了 机器动不转了 机器动住了 机器不转了 不能露了 这种是什么 机器要这么霧一会儿之后 可以啦 快露 演员是一种 我们就动成这样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冷 就是动得不行 我们就踢树根 每个人 每个人 当时我不知道 但回来以后每个人 我说你脚腫了 腫了 就腫挺大的呢 都不知道那种感觉 干啥工作也挺起来 然后 所以这一钱多 也真的是付出代价也大 那我不嫉妒他们了 躺那就哭 就自己默默的流泪 然后那个 我说老舅那我回去 你去接我吧 下飞机我就找他 我手机都准备好 叫陆 他从远处走过来 真的特别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呀我 拍成戏的时候有想过吗 接下来我不接那么辛苦的戏 想啊 然后呢 我说我不能再接了 但是还是接了 我去年 去年又接了一个这么苦的戏 外甥女张佳宁 在舅舅张晓龙的影响下 不但懂事乖巧 而且对演员的工作更是努力 张佳宁提命拍戏的样子 让她的妈妈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拍那个钢铁年代的时候啊 那个我去探班 探班才好 赶上一层雨戏 当时天气也不好 那个那个雨交到身上 绝对是特别特别凉 一直凉到那个棉鞋呀 那鞋的鞋壳里都是水 就我心疼了 我一看你说 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呀 我那流的泪 那边流的泪 我还不能让他看呢 他拍过一条之后 我马上就把那个鞋 那就已经湿得透透的了 我就把那个鞋拿到那个炉子那会儿 尽量的烤热乎一点 完事了之后 那孩子就发烧了 我说姑娘 我说你要是这么糟糕的话 我真是 哎呀 我就想 哪怕咱们不做这个了 姑娘说 哎呀妈妈没事 她就是 她是太安慰我呢 妈妈你别哭了 没事啥事没有 其实已经都冻了都 看着她上牙磕着下牙 都说话都都都都不行 你这一年有休息的时候吗 我没有 她连三十初一都没休息 年三十 这大街人讲啥样 你也不知道吧 一般 北京的反正就是 我在北京时间 就今年常 是因为我在北京拍戏 真可怜 然后你看那个今天在场 可能很多那个粉丝 嘉宁的粉丝 他们知道 今年嘉宁光播出 其实现在是第几个了 第四个 第四个吧 然后后边还有两个 今年我就跟她说了 不能接了不能接了不能接了 但她看了好剧本 她就停不下来 我又接了 然后又接了 接到春节以后去了 所以我就去年春节的时候 我去门头沟去看她搬 大冬天一点暖 一点供暖都没有 一点供热都没有 然后就那么拍 一直拍多少天 我说女孩怎么受得了啊 女孩一个月这么拍 我对身体是受不了的 那你为什么这么拼呢 是特别想赚钱 然后改变家里的爸爸妈妈呀 亲戚朋友的条件还是怎样 我要抓住现在这个机会 还有就是我还年轻 还可以拼两年 我不想让我老舅太累 其实如果我要是工作的好 她看着高兴 她可能也不会那么累吧 而且确实她在我身上 花的时间精力太多了 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呢 没有 你瞧你老舅都感动了 我也感动了 她的付出是值得的 你刚才说到给 马上给妈妈她买一个大房子 在哪儿啊 她说在农历想今年 在北京还是哪儿啊 在北京 我在老家 妈妈 她妈妈一直跟我是 我们现在还住在一起 哦 在老家买了吗 这么多年都在一起 买了 就是北京买个大房子 就让妈妈从老舅家搬出来 就不要看老舅的颜色了 二零一二年夏天 你是否听到他们的好声音 你却错过我的年本女人 我就在你身旁 我爱你红梅品格 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 不同职业 音乐的天空 他们任意纵横驰骋 欢呼 感动 他们在荣耀的舞台上 挥洒青春 中国好声音选手 吴莫愁 张赫轩 大山 平安 做客超级访问 让我们一起倾听 他们的超级好声音 今天我们采访到了 嘉宁的妈妈 还有老爷 还有姥姥 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对 我们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来 还有 我经常打电话跟她说 我说那个 那你们 因为 钱是需要的 身体是有那个要紧 你要一定要注意身体 去年 在排戏的时候 太累了 晚上排夜戏 就是都那个 晕倒在那个现场上了 你妈妈就只问你 你这么一个宝贝姑娘 你不好好保养你好 你的身体 让你妈妈操心 姑娘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就是 妈妈 就什么都可以不要 但是呢 我姑娘就是 就是我的一切 没有姑娘可不行 既然你已经长大了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 把自己的身体再保养好呢 家宁宝贝 你就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了 妈妈爱你 我现在最希望的 小狼猫 注意身体 不要过分的太累了 太累了 身体太累坏 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我们最大的希望呢 它的世界更上一层楼 在那个继续发展 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早日的结婚做 包括孙子 最幸福的一家人 完全没想到啊 完全没想到 这个 孩子在外面打拼 其实家里人都知道 真的 我妈我爸呢 包括她妈妈 都是天天说着 你要好好的保养身体 保养身体 那我们就是上了发条一样 真的自己觉得 还可以还可以 所以我希望她能 更轻松一点 因为男人嘛 还是可以 不管男人女人 都要有一个度 真的 那那个嘉宁要跟 家里人保证一下吧 谢谢他们对你的关爱 我保证在 我觉得我该休息的时候 就休息一下 我不想 因为我确实 我会让我自己不太累 但是我还是想 努力做到更好吧 谢谢 祝你身体 但是同时我们也期待 你们的好的作品 那今天非常感动啊 两位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故事 让我们看到 其实年轻演员背后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有一次机会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部戏 都大风大子 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 亮面到直辨 这种积累才产生的 这样今天观众 对他们的喜欢 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官方微博超级访问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的超级访问 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呢 在每周日的20点57分呢 在BTV的财经频道 准时跟各位见面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 说一声会员果汁超级访问 成功 超级访问 超级访问